前面都来当于书星同款麻花变 不规则编法简单又吸睛 可以看这边头一擦 记得先把有害的位置给它留出来 再从一侧开始 耳朵上方到头顶的位置 这一片的发两个都分成两半 再取上面那一半 再取剩下这一半 两骨给它交叉往下 接下来剩下的头发 也给它分成两半 中间留个洞 这股头发穿进洞内 拿过来的这一头发就合成一股 继续把这股头发给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股粗一股细 不均等的分 再穿一个洞 穿过去 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直穿洞洞边 星星的那个发型是加了脚发片的 咱们日常边的话就按照自己的发量 就这样一直不停的变成两股穿洞 记得要编得紧实一些 再用小瓶件给它绑起来 然后就可以开始抽丝 尽量不规则 因为我们编的时候不省规则 尽量拿拉的蓬松一些 另外一边同理 我上到这里的话稍微拉起来点 盖住耳朵的位置 再把卤顶的位置 这种变法就特别适合 不太会变三股变的姐妹们 而且像这种慵懒又随意的纹路 会比普通的马画变看起来更加细径 赶紧继续起来吧